HELLO 各位晚民,我是祖士 今個星期日,9月8日 雪蘭鵝有11場賽事安排 第一場開跑時間是中午12點35分 這一天是大賽日雪蘭鵝金杯一級賽舉行的日子 精彩可期 事不宜遲,先說第一場是5020米 我選了7號驚喜上個星期的表現片段和大家分享 驚喜這一場是剛來這個大馬第一次上陣 起步其實不算太快 還有貼藍那隻太平希望都是慢慢的 現在4號馬,紅衫的騎士很大力推騎了一隻 現在推上來大約是在中間位置 但是他的當位就沒有貼藍那隻太平希望那麼好 所以現在都是留守中檔的後跌位置 現在移到最後三天 前面放了出來就是那隻奇異小子 接著又有六萬 而那隻太平希望呢 就憑當位之力都放了上來第三 現在驚喜再努力的推騎 就追上去前列的位置,開始轉彎的 那麽現在前面呢,奇異小子都是放了回來 沒什麽力 那麽以這個太平希望呢 原圖都是省了位置 那麽一個人過去了 反而驚喜呢 已經被太平希望拋掉了 但是他一直頂著外面那隻完美運行 最後那幾步呢 雖然都是被太平希望拋掉了 但是他跑回到第二 那個表現呢 其實已經不是很差的 那今個禮拜 雖然他匆匆再出又縮情上陣 但是始終這隻馬 如果初出的大馬有這樣的表現呢 證明在五班有些好處 今次又找了這個 新加坡騎開的女劍雜生 蕭保衛過來騎 鬥志一定先鳴的 有權贏回一場 那次選呢 就會選回9號的飛馬拉貢 那這隻馬其實之前呢 排外檔都可以贏到短途賽事的 只不過是上一場呢 早點搶不出呢 他表現比較差一點的 那所以今次呢 排回一個一檔起步 又會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可以要回來的 第三選呢 會選一隻5號的金斗勇 那這隻馬 距離上次出賽其實都挺久的了 不過之前呢 跑長一點點的路程呢 其實放回來呢 那個威脅力都挺強的 轉了馬房 試了閘之後再出呢 都是排內檔起步 應該會全程主動的 也都可以加入考慮的 第一場賽事我順序提供是 7號的驚喜 9號的飛馬拉貢 和5號的金斗勇 接著是第二場 五班千三位 由一場開始 到第六場呢 都是採用全闊的A跑道的短短路舉行的 而第一場呢 就是這個第二跑道舉行 那我選了4號碼的愛寶寶 上一次賽事片段和大家分享 愛寶寶這場9月1日的 是跑四班賽1200米的 起步呢 其實它不算太慢的 已經跟了出來中間位置 不過安上寅呢 現在有極力的約束 已經差不多 跌到下去了 這個尾三位置 是紅帽白衣 中蕩那隻 現在開始轉彎的 前面放出來呢 就是那隻熱情如火 跟著就有飛馬強壯 以及現金彎那些馬的 那現在那隻愛寶寶 就在外蕩那裡 一直望空地上到來 現在已經上到來 尾五的位置 就是第六位轉彎的 那現在前面的熱情如火 這場不是放得很快 這隻飛馬強壯一邊咬住他 現在這隻愛寶寶 其實沒有什麼流放的 一直在外蕩那裡 一直在外蕩那裡 三四位入直路 被現金彎咬了出去 最外蕩的 那現在前面呢 熱情如火 雖然放了出來 但是他不是放得對手 這樣放呢 這兩步鬥後勁 就蝕底一點 反而中蕩喘了上來 這一場突然流後 有好表現的艾金絲 爆冷已經是出了頭的 因為現金彎一直都是捱著第二 而愛寶寶雖然沿途虧位 但是跑到第五 那個表現都不是太差的 那相隔 不是很久 這次這隻馬呢 降回來五班跑了一個千三位 是他最近一次 贏馬的班次和路程來的 那雖然排了一個外檔起步 但是他只要流放比較好一點的話 以他在過往跑五班賽 沒脫過三格的表現 這場仍然有座位亡贏的機會 那次選方面呢 就會減回這個七號的焰火 那這隻馬之前呢 都是跑一些較高班次賽事 就表現平平 但是落回來五班呢 跑兩場都跑第四的 那這隻馬之前呢 在新加坡上陣之後 在大馬頭那兩場呢 都是跑五班賽 就是一貫一下的 那現在都是跑回五班賽 自然都要留意一下 第三選呢 我就會選一個二號的誠信八三 那這隻馬改了名之後呢 連場都有接近表現 但是都贏不到的 這次奴賽離騎翻呢 也都要拖著的 第二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四號的愛寶寶 七號的焰火 和二號的誠信八三 接著是第三場 四班千一米 這場是比較低分的組別 我選了二號的勝財 上一次賽事片段 跟大家分享 那勝財呢 這場選了一個直鏡的 起步呢 其實不算太慢的 八檔紅衣、紅帽 那隻已經出來了 這場是跑比較長一點的 千四米賽事的 起步呢 現在前面放出來呢 就有其他那些快馬 他現在呢 就一直呢 沒什麼怎樣去搶前 現在已經是 墮到差不多 以為之轉彎的 現在放出來呢 前面那隻馬呢 就有隻羅渣在第二位 而鐵欄呢 那隻就是這場的頭馬 神鷹戰士的 那這隻勝財呢 現在 說這麼快 已經墮到差不多包尾的位置 轉彎的了 那現在前面呢 那隻羅渣在那邊 追著放頭馬 而神鷹戰士在那邊 按住 也是第三位的 那開面上來呢 還有一隻呢 就是這個 太平獵人 之後也會有份跑的 那現在這個勝財呢 已經差不多大勢已去的 還在中档那裡 沒有望空 那騎士呢 雖然打幾邊 但是前面那些馬呢 已經放掉了 現在前面羅渣 在中档已經被 內外夾擊那些馬過了 神鷹戰士在內蘭呢 長驅直進行中的 而太平獵人呢 也都督定第二 現在勝財呢 先從後面上回來 最後跑到第五個終點的 那其實這個勝財呢 來了這個大馬之後呢 近兩場賽事都有試馬趨勢 一場就中段搶了上 而上一場呢 就留後 那所以這次呢 雖然宿程跑了一個千一米 但是用這個潘曉朗上陣呢 這個騎士上次來 雪蘭河阿川又贏了四場 那所以呢 在對手呢 各有缺點之下呢 有權突如其來的 那次選方面呢 就會選擇這個七號的蘇馬爾 那這隻馬上次跑余保賽事呢 起步沒有久就被其他馬影響 其實是絕代了馬的 但是馬匹其實都全程可以回來的 那所以其實對於這隻馬影響不是很大 還有這隻馬牌內蕩起步 演出特別好 那所以這次牌內蕩呢 也都要拖回去的 第三選呢 就會選回四號的太平溫沙 那這隻馬之前 較早時 我也經常選他的 但是贏了之後呢 近來呢 似乎部署有些放緩了 那但是今場的對手呢 實在都不是太強的 那以去側身還有進步 之前考於四歲馬系列呢 表現都不錯的 所以也都拖過去的 第三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2號的聖財 7號的蘇馬爾 和4號的太平溫沙 跟著是第四場 四班千一米 這場比較高分的組別 我選了1號的起義軍 上一次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那起義軍這場 8月24日的1020米賽事 他們排比較外檔起步的 那麼起步的時候呢 他其實都不算太慢的 現在已經在開面 紅帽白衣那隻呢 跟了一些前列的 不過這場賽事呢 就其他那些快馬 那隻呢 太平洋河呢 已經一早放了出來的 拍著那隻就是神奇隊長 那現在起義軍呢 雖然這一場排外檔起步 但是他一早接到來 鐵欄第三位轉彎的 形勢也不是很差的 那麼在他開面呢 反而就有隻排在他內側的 巴雷王子不夠快的 那麼現在進來直路 太平洋河 放來整兩個馬位 而這個神奇隊長呢 已經開始武力了 起義軍和巴雷王子 分別由內外檔 追過了這隻2號馬 那麼現在前面太平洋河 還有一點點優勢 但是外面那隻巴雷王子 後勁比較強一點 那麼越追越近的 但是起義軍呢 也有追近太平洋河 跑回到第三個終點的 那麼今次的起義軍呢 排回到內檔起步 以去之前 都試過很主動的跑法呢 在這場賽事說呢 他的跑法是很激動的 即是如果沒有馬放 他可以自己放 如果有馬放 也可以留一點點 到後勁 那麼所以呢 都留在四班上陣呢 有機會打開他的大馬的聖門 次選方面呢 五號的活龍 那這隻馬之前都介紹過 那時候是跑三班賽的 但是 這一班底高的馬呢 今季其實都減分很多 今次還可以在四班上陣呢 而上一仗呢 去跑三班的千二米 其實後上呢 都有不錯的走勢 所以今次降班呢 有權呢 立即反彈的 第三選呢 我還會選擇 這個二號的森林王 那這隻馬已經流過兩次避血了 沒有什麼可以保留的價值的 他對上一次贏馬呢 賽前是試了貨集的 今次也都有相同的部署 那也都可以 要他 第四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一號的喜爾軍 五號的活龍 和二號的森林王 接著是第五場 三班千二米 這一場是其中一場杯賽的場合 我選了二號馬的大革命 上一場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這一場呢 是七月二十八日 檳城的賽事來的 起步呢 因為大革命排一檔 其實都不算很慢的 但是前面呢 放了出來 就有些快馬 和比較高分一些的馬 包括呢 最外檔那隻 就是大醫生 然後中檔 紅衣那隻 是梁山好漢 那現在大革命呢 一直都在五六位 但是好像 跟不上前面的步速 現在比開面 都是淺藍衣 真誠 拍著他 差不多過了 那現在前面那隻大醫生 跑檳城 一直都速度很快 跟著呢 就有隻梁山好漢的 而這個呢 大革命呢 現在安上仁那場 是郭衛項騎呢 一直都在推騎著 這個走勢來算 就很不利的 但是進來直路之後呢 前面現在放的那隻 還是大醫生 和梁山好漢的 但是呢 大革命呢 就在內蘭 省了些位置上 反而開面呢 另一隻淺藍衣的真誠呢 就 摺著位置上 而中間呢 還轉了一隻上來 就是這個 晚虎出山 那現在前面呢 大革命呢 這裏呢 有全面勝機會贏 但是最後兩步 都是被那隻 晚虎出山過了去 跑到第二回來的 那這隻大革命呢 這次 跑回雪蘭河的賽事呢 最重要就是 配上去 最佳拍檔潘曉朗 那潘曉朗過往呢 騎他兩次呢 全部都贏了 那所以 這次賽事呢 他還要排花內蕩起步 有權盡杯的 次選方面呢 他選了10號的好老闆 那隻馬 來了大馬之後 第一場呢 就以一個不可能的姿態 好想贏短途的 雖然之後呢 那個表現就好像不太好 但是這次呢 又有幾多快馬 同場列陣呢 那所以 以他後上的跑法 應該有些好處的 第三選呢 就會選擇 3號的高水 那馬上一次呢 都是跑一些 級數比較高的賽事 放回來跑第二的 那所以這次呢 只是跑三班賽呢 撇除他 表現不是太穩定 也都要加入考慮的 第五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2號的大革命 10號的好老闆 和3號的高水 跟著第六場 在這個限尾聖馬千二米 我選了10號的聖者為王 上一次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聖者為王呢 這場都是 未聖馬賽事來的 不過那一場呢 他就是初次上陣的 現在呢 其實他起步都幾快的 就是這個橙衣那隻 凸了一點點出來的 但是這一場都要留意呢 那些內蘭貼蘭的聖靈呢 今場都有份跑的 就走去放頭 都搶了出來 一直頂住聖者 為王轉彎的 那麼開面呢 還有些上來的馬呢 就有這個太平財運的 就是貼蘭黃衣那隻呢 就是這場的頭馬 幸運魔術的 那麼後面還有些呢 間挑衫的大英雄 那麼現在前面的聖靈呢 過往都是留後跑的 但是這場放了出來的 那麼跟著呢 聖者為王這場初出呢 就被那隻 幸運魔術頂了出去外蕩那裡 一起衝刺的 那麼現在前面 聖靈放了出來呢 反而呢 那個後勁呢 是沒有屈的 那麼現在前面呢 因為幸運魔術已經過去了 而聖者為王也過了聖靈 那麼後面呢 只有大英雄追近一點而已 那麼現在前面呢 幸運魔術始終後勁比較好一點的 一路都是押著這個聖者為王 但是聖者為王呢 這一場初出呢 有這樣的表現呢 都不簡單的 還有那些幸運魔術呢 上一次再升班跑些 限一折或者未勝馬的賽事呢 都是剛剛輸少少跑第二 那麼所以這次的聖者為王呢 換了這個潘曉朗上陣呢 很大機會打開他聖門的 次選方面呢 就要回三號的聖靈 那麼一馬之前 其實跑得好呢 都是早段呢 是留後跑的 但是上一次呢 早段放出來呢 自己回來沒有的 那麼之後試襲呢 又用回一些留後的跑法 其實都試得挺好的 那麼所以這次如果肯留後跑呢 也都有一定威脅力的 第三選呢 我就會選擇這個 第一次在大馬上陣的 十一號馬 金牌玫瑰 那這隻馬 雖然是在大馬第一次上陣 但是它之前呢 在新加坡其實都試過很多貨集的 而且速度都不錯的 那所以這次排過一檔起步呢 有權偷襲的 第六場賽事我順序提供是 十號的聖者為王 三號的聖靈 還有十一號的金牌玫瑰 接著是第七場 四班千四米 這一場開始呢 照尾場都在全闊跑道的長直路舉行的了 那這一場呢 我選了一號的新強力壯的試襲片段 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天呢 就是8月28日的第二組試襲 新強力壯就是紅衣 起步已經是比較慢 現在包尾那隻的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呢 中檔呢 就有一隻呢 未在大馬上陣的 叫做沖浪小子的 那開面呢 跑上來呢 就有一隻森林王的 之前賽事呢 就會上陣 我也有選擇去做第三選 可以看完的 那現在那隻呢 新強力壯呢 其實呢 一直放了蠻籃呢 安上仁呢 都是抽著抽著 那隻馬都好像自己 湧著這樣上 在中檔那裡 現在開始轉彎的 現在前面的衝浪小子呢 還是有半個馬威優勢的 但是新林王呢 這一課呢 認真考驗呢 一路追著他的衝浪小子的 而新強力壯呢 一路都是順著去走 安上仁沒有什麼大力推棋 也都開始上緊的 最後階段呢 那隻森林王 比幾步呢 過了一隻衝浪小子 就贏了早市集的 而新強力壯呢 一直按著回來呢 就跑回到第三的 那新強力壯呢 之前在新加坡國族呢 都贏過一些草地賽 所以呢 這次呢 第一次在大馬上陣呢 跑這個四班賽呢 其實都有些好處的 有權是一命驚人的 那次選呢 還會選回四號的海灣紅鷹 那這馬其實都選了很多次 上次呢 也都贏了馬了 不選去的片段呢 就是因為上個禮拜 其實都播了贏馬片段的 那一場呢 跑第三的 那個禅心律動呢 也都保重了 那所以 這次唯一的憂慮呢 就是第一次跑這個1400米 所以做副選的 那第三選呢 就會選回七號的閃雷 那這隻都是之前 在新加坡國族的馬呢 來了大馬之後呢 其實呢 每場呢 都是越輸越近的 之前呢 兩將跑的較短的路程呢 其實都衝得挺厲害的 這次跑回長一點的1400米 更加有力去追趕 也都要兼顧買的 第七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一號的新強力壯 四號的海灣紅鷹 和七號的閃雷 接著第八場 都是四班千四米的 不過這場賽事的 評分是比較低一點的 我選了四號的 杜川前一將賽事的片段 跟大家分享 那這場是八月四日的賽事 杜川這一場呢 其實都是排內蕩起步的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呢 就是那隻 奔騰 那現在 杜川呢 就是紅帽 黃衫 有少許藍衣 那隻呢 一邊跟著呢 是五六位 在中蕩那裡 現在前面呢 那隻 奔騰呢 一直都是三四班 升降機的 現在四班 如果他放了出來呢 其實威力挺強的 那跟著呢 就有開面的 白眼罩那隻呢 就是這個 財星六一 那現在 杜川呢 其實呢 一直都是呢 在財星六一的 內側 在中蕩那裡 涉著第五位轉彎的 那現在 前面那隻 奔騰呢 一直都是很輕鬆的 控制步促的 而那個月門之江呢 已經比下去 反應一般的 而財星六一呢 也都在開面 推騎緊的反應 都不是太好的 那反而 杜川呢 已經省了一點點 或在中蕩那裡 拿到位子轉彎上來的 那現在 前面的奔騰呢 一直都放順了 已經放來成兩個馬位 但杜川呢 一直拍著 財星六一 現在放在內蕩那裡 再上呢 其實是越追越近的 那最後呢 奔騰贏了一場賽事 但是現在 杜川呢 其實都不是輸很多 那 那杜川呢 拍完這場之後呢 再出那一場呢 就排外蕩沿桃呢 沒有什麼流放之下 輸了 其實不緊要的 這次呢 排回內蕩起步之餘呢 最重要這隻馬呢 就是 很喜歡 看準一場就出擊的 那上次隔了沙之後呢 這次 有其他名氣馬列陣呢 又應該是出擊的時候了 那次選服 就是選回 剛才在賽事片段都見過一隻 一號的太平列人 那這隻馬來了大馬之後 兩次上陣呢 都是遇到一些很強的對手 跑第二的 那所以 這次本來呢 應該是首選之選來的 但是很可惜 因為這場排了一個外蕩起步 那要吸起來呢 可能都會浪費力的 那所以就做複選 第三選呢 我會選六號的芝麻開門 那隻馬雖然在大馬 贏馬一場跑短一點的路程 那但是 他在新加坡 贏馬就是 今次所角逐的千四米 那今次呢 又有潘曉朗壓陣呢 也都要加入考慮的 第八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的是 四號的杜村 一號的太平列人 和六號的芝麻開門 接著是第九場 今天的氣肉 是一級賽 千六米雪蘭螺金杯 我選了八號馬 黃金飛馬上一次贏馬 影片段和大家分享 那黃金飛馬這一場呢 就是跑優越B級賽 都是千六米的 起步呢 他是黑衣 有少許紅心 現在已經流到來 尾爾位置 五號馬那隻就是了 那現在前面 放了出來呢 就是那隻日食飛炮 接著開面 就有一隻夜上海 而這個劍傾呢 就跟著第三位 跟著還有一隻金貝的 那現在那隻黃金飛馬 又跟著一隻金貝 現在是尾爾位置的 現在前面放了出來 還是日食飛炮 跟著是夜上海 然後是劍傾 跟著是金貝 然後呢 就有隻不凡之人 放了上來的 那隻灰馬 跟著呢 那隻黃金飛馬 還在尾爾中档的位置 那現在開始轉彎的時候呢 其實前面的形勢 是沒有什麼變變的 那現在日食飛炮 那一向都是用回放頭的跑法 而夜上海呢 跟著一下呢 其實這裏呢 一直看空呢 被裏面那隻劍傾呢 一直都是拍著它轉彎的 那那些金貝呢 現在開始拉出外档那樣衝刺 而黃金飛馬呢 就再拉出金貝的外面上的 而灰馬不凡之人呢 就要攝在中档那裡想看空 但是暫時還未看得到的 那現在跑到最後階段呢 金貝出來不久 因為黃金飛馬呢 打兩邊已經過去了的 後面這個不凡之人呢 現在才看空到 但是已經被前面那兩隻馬拋掉了 黃金飛馬呢 這一場呢 雖然不是奴才離奇 但是還是贏得很輕鬆的 那這個金貝是跑第二 不凡之人是跑第三的 那現在黃金飛馬呢 自從改了名之後呢 那個演出有突飛猛進之感的 之前呢 贏了這個四歲馬系列 那跟著呢 就連贏兩場這個 這個千六米呢 其實那個表現都很出色的 那所以這次雖然是第一次挑戰一級賽 但是富榜呢 其實也有一點好處 有權再下一城的 那次選方面呢 我選擇這個四號的街頭火焰 那這隻馬呢 其實都偶爾有些佳作的 不過是比較失準一點 那上次呢 反而輸了之後呢 這次真情排到千六米 排到內蕩起步 早段不會這麼落後之下呢 有權後上威脅對手的 第三選呢 我就會選擇五號的天馬行空 那這隻馬 三歲馬是贏了的 但是上次呢 挑戰一些比較強一點的對手呢 手上敗職 那另外一樣 他沒有黃金飛馬那麼好處的地方呢 就是這次首次跑這個千六米 在強力成儀之下呢 找他做第三選是比較合適的 第九場賽事我順序提供是 八號的黃金飛馬 四號的街頭火焰 還有五號的天馬行空 接著是第十場 五班千六米 我選了九號的行興上一次賽事片段 跟大家分享 那行興這一場 八月四日都是跑五班千六米的賽事的 起步呢 他不算說很快的 現在紅眼罩呢 一路呢 擦住 都是在比較厚一點的位置的 那現在前面呢 放了出來 綠綠地帽呢 在中港 凸了出來一點點 就是這隻駱蕭瑤 那跟著呢 這一場那隻贏聲樂呢 又不放了 現在在外檔那裡 紅衣才跟上來第二位的 那現在那隻行興呢 其實就已經放了籃了 跟著呢 大約是五六位 開始轉彎的 那現在前面的駱蕭瑤呢 還有整個馬威優勢 那跟著就贏聲樂 那然後呢 就有隻 豪登 和這場的頭馬 南晚宅 那隻我的兄弟 那現在行興呢 一路都是省著位 轉彎的 但是呢 開面那些馬呢 已經過了去 差不多跌到 去包美位置轉彎的 現在前面的駱蕭瑤呢 還有整個馬威優勢 跟著贏聲樂 而我的兄弟呢 已經跟上去第三位 的 豪登就是貼欄第四位 那跟著那些行興 就跟著豪登 那所以呢 那隻豪登有少許慢車 它又會 退到到 較後的位置轉彎的 現在前面的駱蕭瑤呢 放到這裡已經差不多了 反而我的兄弟 班底高一點 這場立身出擊 走勢就很好的 那開面還有一隻 保石神驅呢 這場其實都出擊有心的 但是我的兄弟已經 彈掉了後面的 寶石神驅 而行興呢 現在在內蘭 摺上來 重新上前呢 最後那幾步呢 竟然可以過到 這隻寶石神驅 那隻寶石神驅呢 跑完這場之後 再出已經保重了 所以行興呢 這一場 雖然輸給頭馬 我的兄弟很遠 但是 既然寶石神驅 再出保重呢 那這隻馬 留在五班上陣 應該有一點點好處的 那次選方面呢 我還會選擇 四號的趕利多 那這隻馬 雖然跑快 比較被動一點 但是 始終跑順之後呢 經常都交出一段 挺強的後勁 還有 這次是找回潘曉朗騎 那人馬最近一次 合作呢 就跑第二 那是一匹正路的配角之選 第三選呢 我會選擇 一號的王者八三 那這隻馬之前 叫上海隊長 在五班上陣 時刻都要提防 對上一次 在五班贏馬 是跑短一點的 1020米 那這次 跑回1600米 近期的表現 雖然比較差些 但是那幾場 跑四班賽 不需要太介懷 亦都要選擇去的 第十場賽事 我相信最提供的是 九號的行興 四號的港利多 和一號的王者八三 接著是第十一場 五班千三米 我選了七號的李好帥 上一次賽事片段 和大家分享 那李好帥呢 這一場是 跑八月二十五日的 宜保賽事 來的 起步排外檔 八三八母 現在想 吸過來的 但現在前面有幾隻馬 搶得很快的 包括鐵蘭 就是那隻國家法 現在那隻李好帥 一直都是在外檔 那裏 想涉進來的 但現在 都算是涉到二碟 開始轉彎 現在前面那隻 放了出來 還是國家法 接著呢 拍著那隻灰馬 白馬 就是白馬王子 現在那隻李好帥 還是在 比較中間的位置 現在被開面的馬 一直在蓋上來 開始轉彎 現在前面拍著 還是白馬王子 在外檔 貼蘭 就是國家法 現在中間走上來 這場表現 突然神眾 就是那隻肉骨茶 已經過了前面那兩隻馬 走掉了一點點 現在李好帥 在開面上來 但因為轉彎 虧了一些位置 現在一直追上來 雖然那個反應都不錯 但現在前面 肉骨茶已經放順了 我還開始放了出去 有少許阻礙 李好帥 亡胸 反而貼蘭上來 還有一隻 就比較長驅直進 最後李好帥 第一場在大馬上陣 跑回到第三 這次李好帥 就來回到雪蘭羅的角族 和排花內蕩 也是很著數的 所以有機會 打開他在大馬的勝門 次選方面 我會選擇4號的金科玉鱗 這隻馬雖然賽即上是三名部隊 但上次跑1400米 放迷的表現不太差 所以這次跑短100米 有機會首度上名 第三選 選擇3號的尚嘉玲 這隻馬跑五班彩 始終都是中堅分子 經一輪減分之後 上次終於恢復上名 這次有蕭保衛上陣 鬥志特別鮮明 亦都可以拖 第十一場賽事 我順序提供是 7號的李好帥 4號的金科玉栗 和3號的尚嘉玲 下次雪蘭羅賽事 將會編排在9月15日 週日舉行 到時我們再見 拜拜